本地近来有不少的健身房设置了智能镜子 除了能够提供健身指导 也能够追踪用户的表现 代表本地百多家健身房和保健中心的非盈利团体 SG Fitness Alliance透露 本地目前少过5%的健身房设置了智能镜子 不过相信人工智能未来仍然具有发展潜能 一起来看记者张天豪的报道 33岁的韩子杨每周上健身房锻炼两到三次 除了举重和跑步 他也会利用新设置的智能镜子 同虚拟教练一同锻炼 因为时间的问题 有时也很难安排到私人教练 有了这个卡拉镜跟虚拟教练 他们能正确地让你去 尽量去运用那些运动来增强你所想要 增强的部位 镜子软件内设有300多种运动项目 用户只需跟着屏幕里的教练做运动 软件便能追踪和收集数据 帮助用户掌握自身的健身进度 在另一家健身房 业者透露 使用智能镜子的客户不多 只占大约一成 跟了几个会员交谈后 他们觉得来健身房 就是要跟别人有所接触 好像魔镜 还是以健身的视频做的运动 你在家里也做得到 根本都不需要来到健身房 尽管智能健身还不普及 但专家认为 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健身软件 未来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看到 有更多新型的传感器 来读取运动和健身之类的数据 我们新加坡理工大学 也有和本地的科技公司 一起研发如何用人工智能 和电脑视觉 来把物理治疗的康复概念 融合在健身运动里头 以达到更理想的健身科技 和预防保健